这是无比和谐的一家四口 爸爸妈妈带着两个儿子即将结束度假 临上车前 他们分头行动 妈妈出门看行李 爸爸去洗手间 弟弟去车库检查车子 唯独哥哥在这时候走进了电梯里 一家四口兴高采烈 浑然不止 一场不幸即将降临 这是一部犯罪剧 猜猜他们四个谁先死 还是会被整过端了 电梯的灯光忽闪忽闪 几分钟后 很不幸 哥哥成了四个人当中唯一的新婴儿 帅气的脸庞上多了一个枪眼 显然又深邃的瞳孔 渐渐失去了神采 死者才18岁 一家四口都来自加拿大 本来再过五分钟 他们就能回家了 子弹由面部射入 从头骨的缝隙传出 奇怪的是 现场没有找到子弹 凶手当时与死者面对面 还在现场留下了一块手帕 这是当地黑帮的标志 可黑帮怎么会对一个加拿大来的游客 这么大的恶意 电梯里装了摄像头 或许恰好拍下了谋杀时的场景 父亲叫做科拉克 本来他们已经办理好了退房手续 也不知道到儿子 为什么在这时候乘坐电梯去了八楼 他们只是来度假的 人身地不熟 更加不可能 跟当地的黑帮扯上关系 爸爸说 他们一家四口是如此的和谐 如此的团结 不论到哪 都一定要整整齐齐 可现在 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实验室检查了凶手留下的手帕 上面没有任何的生物痕迹 死者一家明明已经退了房 他的口袋里却有一张房卡 这不是死者的房卡 而是同一家酒店的804号房 八楼的电梯门口有喷剑血迹 意味着这里 就是哥哥被杀的第一现场 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 凶手就对着他的脸 扣动了扳机 这就是804号房的住客 西装男和他的小女儿艾米 西装男一看就有黑帮背景 更别说死者撞枪的地方离房间很近 可西装男非说他们什么都没听到 什么都没看到 倒是一旁的小女友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原来小女友昨晚上喝醉了 恰好在楼下撞见了死者 他便顺手将房卡送给死者 向他提出了双人运动的邀请 小伙子在18岁 哪受得了这种诱惑啊 便随艾米来到了804号房 哪知还未开始呢 就被西装男抓个正着 好在艾米当时拦住了男友 让死者赶紧离开 西装男一看就不好惹的样子 死者差点睡了他的女友 从这一刻开始 他就有了杀人动机 威斯塔掉出了电梯里的监控 监控将客人们的影像 倒映在了侧面的电视墙上 如同一面搭镜子 凶手并没有进电梯 也没有露脸 不过可以清楚看到 他袖子上有酒店的肩章 这意味着凶手可能是酒店的员工 循着这条线索 警方在洗衣房里找到一件带血的工作服 再晚来一会儿 血迹就要被洗干净了 衣服的口袋里有个棕榈树花纹的打孔机 这是酒店门童用来识别心理标签的 每个门童的打孔机花纹都不一样 于是警方找到了这件工作服的主人 夜班门童路易斯 棕榈树是他的标志 门童与死者一家无冤无仇 不过当地是眼睛蛇帮的地盘 据说有很多年轻人想加入帮派 而入帮的投名状就是随机杀一个人 门童很真诚地说道 他晚上在酒店上班 白天在建筑工地打工 就是为了能够存钱早点搬走 离那家黑帮远远的 压根就没有加入黑帮的打算 一定是凶手偷走了他的工作服 想要栽赃嫁货 爸爸和妈妈正交集地守在警局外 质问警方何时能够抓到凶手 爸爸恰好看到门童走出了警局 他二话不说就冲了上去 好在何叔及时阻止 不然爸爸也要进去了 警方还未确定门童的杀人罪名 爸爸未免也太冲动了 他是夫妻来的小儿子 也就是死者的亲弟弟 弟弟还处在懵逼的状态 案发时他正在停车场 他记得当时有一辆摩托车特别吵 那可能就是逃走的凶手 可弟弟并不记得凶手的样子 父亲逐渐暴躁 你为什么不记得 凭什么不记得 我对你好失望啊 你死去的哥哥一定也很失望 你这个loser 这爸爸有点魂啊 只会打击儿子 何叔瞬间意识到 这父亲可能比凶手更加危险 凶手离开时在停车场 留下了一道圆形的车路印记 这是机车党常用的炫技手段 印记中还有一些油字 艾瑞克通过轴距 锁定了摩托车的型号 而那些油字只是普通的植物油 一些特级车手会在车后面吸一个装满植物油的小罐子 利用轮胎摩擦的高温气化植物油 这样会产生更多烟雾 看上去很帅 于是他们排查了城里的机车美容店 锁定了一批盘踞在附近的机车党 可他们还是晚来一步 尾手的大壮已经把摩托车给烧了 大壮说车是自己的 他想烧就烧 可心里没鬼的话 你烧什么证据呢 大壮无比狂妄 怎么的 烧个车而已 你还能把我们都抓进去吗 于是何叔碎了他的院 真的把所有人都抓进去了 实验室内 卡姐检查了一家四口已经打包好的行李 在其中发现了棕榈树的纸片 这是门童路易斯的标志 意味着门童悄悄翻过一家人的行李 为什么他要翻客人的东西 难道是建材奇异 门童晚上在酒店工作 白天在建筑工地打工 警方找到他的时候 车会正捂着血淋淋的伤口倒地生意 他说当时自己正在工作呢 有人在背后袭击了他 何叔首先想到了死者的爸爸 他是如此暴躁 衬衫一丝 立马就能变身的感觉 更别说他认定的门童就是杀人凶手 爸爸否认袭击门童 不过他一样是个威胁人物 于是何叔先把他给扣押了 爸爸很疑惑 杀人凶手向上法外 你们反而把我这个受害者家属抓进去 这就是袭击门童的凶器 一块方形的木棍 可DNA检测结果却显示 袭击者不是爸爸 而是他的小儿子 也就是死者的亲弟弟 弟弟很软弱 动不动就掉眼泪 可他与死者的感情很好 他还记得小时候哥哥存下零花钱 给弟弟买了一块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怀表 从此兄弟俩不论到哪 都带着那个怀表 他无法接受最亲的人离世 于是弟弟跟踪门童 用一块木头狠狠地报复了他 不是 这家子都是法盲嘛 警察也没说门童一定就是凶手啊 好在弟弟力气小 不然门童怕是当场交代了 于是乎 弟弟因为企图谋杀 被警方给抓了 好好的一家四口 死了一个 抓了两个 卡吉和艾瑞克思考起了弟弟的口供 他说兄弟俩总是会随身带着一块怀表 可死者的身上并没有什么怀表啊 原来这块怀表在他中枪的瞬间 通过缝隙掉进了电梯锦衣 精致的怀表被摔得吸碎 和怀表一起的 还有那颗警方一直没有找到的子弹 通过弹道比对 警方再次锁定了八零子的防客西装男 这把枪登记在他的名下 西装男已经办理了退防手续 可警方一直盯着他 不让他走 还在他的车里找到了那把杀人凶器 但凶器是他的 并不能证明人也是他杀的 他身上的火药残留测试为阴性 意味着西装男确实没有开过墙 他要么是被栽赃嫁货 要么就是雇凶杀人 死者一家人是加拿大来的游客 与本地人无怨无仇 如果真是被当成了投名状随即杀的 那么凶手必然是个想加入黑帮的新手 新手很少用枪套 都是把枪别在了腰间 只鉴于粘腻的汉液解除 迈阿密的天气潮池炎热 再加上凶案刚刚才发生了几个小时 枪管里的汉液甚至还没来得及蒸发掉 威斯塔提取了汉液里的皮肤组织 通过DNA比对 凶手正是机车党的领头人大壮 也就是放火烧了自己摩托车的家伙 正如警方先前推测的那样 死者与他互不相识 只是倒霉被随机当成了投名状 大壮已经被保释出去了 重新带着小弟们盘踞在自己的地盘 他是如此嚣张 面对艾瑞克的枪口依然没有投降的意思 从这一刻开始 他不再是闲散的机车党 而是黑棒的正式成员 一个强大党 两个曼阿密警方硬港的帮派 没想到赛营了 何树就击毙了他的手下 当场叫他如何做人 何树的气场两米八 没有人敢在他的面前放肆 于是乎 他和西庄男一起被押进了审讯室 西庄男的枪 被大壮用来杀了人 现在两个人随先开口 谁就能争取到宽大处理 于是两个嚣张到不可一世的老大 开始相互推诿 不是吧 这就狗要狗了 有胆子杀人 有本事别怂啊 原来西庄男是当地眼镜蛇帮的小骨干 死者差点睡了他的女友 他一直咽不下这口气 又不敢亲自杀人 于是他找到了大壮 你不是一直想加入黑帮吗 给你个机会 帮我杀了这个小子 于是他用女友的手机 给死者发了一条信息 让他来八楼亲个嘴 道个别 死者想着不就是道个别而已吗 也就几分钟的事情 于是真的傻呵呵的 赴了鸿门宴 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 一颗子弹要了他的命 西庄男压根不在乎是女友勾引的别人 他觉得都是小伙子的错 人家勾引你 你就一定要赴约吗 死了活该啊 大壮杀人之后 骑着摩托车扬城而去 他觉得自己比职业杀手还要威风啊 他现在可是黑帮的一份子 哪怕进了监狱 也一样能够得到尊重 最惨的莫过于死者的弟弟 他打错了人 现在被控意图谋杀 可能要在监狱里待到25岁 何叔想着两个儿子 好歹给人家留一个啊 于是他找到了门童 希望他放小伙子一马 作为回报 何叔会给他找个新住处 让他远离这个被黑帮包围的地方 门童很愉快地答应了这笔交易 大儿子死了 小儿子吃上了官司 老公又因为冲动被警方拘留了 只剩悲痛的母亲接受了儿子的遗物 怀表的时间被定格在了上午10点 那正是儿子被杀的时刻 母亲将表塞进包包 他老远忘记那个害得他家破人亡的凶手 很想上去说些什么 却被维斯塔拦了下来 直到看见母亲转身的背影 维斯塔才放心离去 没想到母亲趁着所有人不备 又绕回到了凶手跟前 原来母亲的包里藏着枪 就是奔着报仇而来 这一家子都是冲动派 真应了爸爸的那句话 他们到那都是整整齐齐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这集有好多的熟面孔啊 像是爸爸的扮演者 是1966年出生的迪恩凯恩 他同时也是美剧老板超人的男主 小时候超爱他 尤其喜欢他的软男人设 凯恩是日美混血 就是他1993年出演超人的时候 片酬已经达到了75000美金一集 也算是红极一时 这么多年过去了 男神的身材依旧 妈妈的扮演者是加拿大演员 莱斯利霍普 2008年 他在超感神探中饰演羽灵媒 和男主馒头书有过一段情 最后被血手约翰催眠成了白痴 最后便是哭唧唧的小儿子 迈克韦奇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介绍他了 因为他的少年时期 实在是太惊艳了 第一次看见他 是在X答案第八集的第十集 那一年他才13岁 一年之后 他也在CSI维加斯片中 客串具尸体 如今那个惊艳了时光的美少年长大了 渐渐老去 偷走了我们的青春 直到我们再也没有力气感慨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